马太福音是基督教官方文件中最早的一件之一 关于拿撒勒人耶稣他的生平死亡与复活 这本书作者不详 但根据早期可靠的传统 认为此书是马太所写 就是那位被耶稣清点的十二门徒之一的瑞利马太 他也出现于书中 在耶稣死后三四十年间 使徒们主要以口传的方式 见证与传扬基督的福音 以及他们所记得耶稣的教导 马太在此之后收集史料 并将之编撰成美丽的篇章 这本书凸显了有关耶稣的几个重要的主题 在这部影片我们将先介绍这本书前半部 马太特别希望他能彰显神如何持续 以及最终完成整卷圣经中对以色列人的应许 也就是耶稣这位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 成为如同摩西一般有权威的老师 以及最后最重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 或者在希伯来文以马内里 使徒马太在开头写下了一段引言 最后写下了一段结语 在这两者中间则有五个大段落 而每个段落的最后都有一段耶稣的长篇讲论 这个巧妙刻意的设计令人惊叹 让我们来看看马太如何呈现 第一这三章将耶稣与旧约历史连接起来 为耶稣的故事开场 马太先用了耶稣的家谱 凸显出他怎么成为预言中弥赛亚的家系 也就是大卫王与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也代表了他将把上帝的祝福 带给万国万民 接下来谈到恶熟能详的马朝降生故事 则阐述上帝如何完成他在旧约先知的预言 如万国将来朝拜弥赛亚 弥赛亚将降生于伯利衡 而令人惊叹的是 玛利亚从圣灵感应 这孩子名为以马内里 这些设定也凸显出 耶稣并非一般人 而是神与我们同在 神成为了人 由此可见 马太将这两个最重要的主题放在预言中 他是大卫的子孙以马内里 但马太也在此表现 耶稣是新的摩西 所以耶稣如同摩西一样下到埃及 也到水中接受洗礼 并在旷野中四十天 接着耶稣到了山上开始讲道 透过这些事迹 马太强而有力地指出 耶稣就是那位比摩西更伟大的先知 他将会救赎以色列脱离捆绑 并会赐给他们一个全新神圣的教导 这教导将可以使他们脱离过犯 并会带给神和人之间一个新的契约关系 这些摩西和耶稣之间的比较可以解释 为何马太在中间的段落要如此安排 这五个段落就是在描述耶稣的样貌 他是一位老师 而他刻意地安排这些段落 仿佛这五个大段落就是摩西五经一般 而耶稣就是新摩西五经的权威作者 他也将会写完摩西五经未尽的故事 在第一个部分 第四至七章 耶稣宣告上帝的国临到了 这件事相当关键 这个国度是上帝整个救赎世界计划的核心 而这件事情就是透过这国度的王耶稣 耶稣挺身对抗邪恶 尤其是属灵的魔鬼和他所带来的威胁 败坏与死亡 耶稣来将会恢复上帝的秩序 掌管天地 并且创造一个新的大家庭 是由跟随他的人所构成 这些人将遵循基督的教训 活出重生的样式 当耶稣开始整个恢复人心 重建神社群的计划时 他带领追随者们到山上 开始了他的第一个长篇讲道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登山宝训 耶稣在此揭示了追随他是如何的一回事 以及住在神国一个颠覆传统的国度 那里没有特权 不论贫富 身份地位与信念 每个人都被邀请与被呼召 要回转、悔改与归向基督 加入他的大家庭 耶稣说 他并不是来废掉律法或旧约 反而 他要透过他的生命与教导 成全律法 他要来改变与翻转 属他之人的心灵 使他们可以真实的爱神与爱灵舍 甚至是爱他们的仇敌 在结束了他的神国讲论后 在下一个段落 耶稣开始将神国带进每个人的生命之中 所以马太在此描绘了九个耶稣帮助受伤破碎的人们 并使他们经历神国的大能 这九个故事由三组三个故事组成 这些人不是有疾病 肢体残缺 就是身处危难之中 但耶稣 借由神的恩典与力量 医治与拯救他们 在这三组故事中 我们看到两个平行的故事 是耶稣在呼召人 跟随他 马太在此强调 一个人若想要经历 耶稣基督的恩典 只能借由跟随主 成为他的门徒 才能办到 耶稣在展现出 神国的全能之后 他开始拆派门徒 这十二个门徒 将会做耶稣所做的事之一 而这件事 就引导我们 进入下一章 马太福音第十章 在这章节 耶稣教导使徒 如何传讲天国 以及他们将遭遇的事情 许多以色列人 渐渐接受 耶稣的天国观点 但以色列的领导者 却不以为然 若他们的信徒 真的悔改 归向耶稣 那他们可是损失惨重 耶稣知道 这些以色列领袖 将会拒绝 并且逼迫他的门徒 正如他们在后来 所做的恶行 在马太福音 十一到十三章 马太搜集了 数则故事 是有关人们 如何回应耶稣 以及他的信息 这群人的回应 相当分杂 有些故事 受到民众 反应相当正面 他们爱耶稣 也真信 他就是弥赛亚 就是主 而有些 就比较中立 像是施洗约翰 或是耶稣自家的人 他们都认为 耶稣 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弥赛亚 接下来是以色列的领导者 他们就完全的反对 与憎恶耶稣 那些法利塞人 与圣经学者 完全拒绝承认 耶稣为他们的救主 他们将耶稣 视为假教师 引诱犹太人 偏离正路 而且认为 耶稣 自比为神的说法 是对神极大的亵渎 但耶稣 对于这些反应 一点都不意外 实际上 他在第十三章 残明了 他的第三个教训 马太在此写下 一连串耶稣 有关天国的比喻 例如 四种不同的土壤的比喻 芥菜种的比喻 珍珠的比喻 以及隐藏宝藏的比喻等等 这些比喻 就像是对十一与十二章的一个评论 有些人会欢天喜地地接受耶稣 有些人会拒绝 但神的国 却是全天下最珍贵的事物 而耶稣的门徒 也将不会因为这些困难 而停止传播 有关天国的好消息 这是有关马太福音 前半的讯息 我们想提醒您两个要点 马太在此 想要特别彰显耶稣的事 他就是旧约历史的延续 是旧约应许的成就者 所以我们应该注意 马太如何将耶稣的故事 与旧约经文紧密地结合 与交织在一起 马太相当高明地 在故事的要点中 提到旧约经文 并借此表明 耶稣以及他的真实身份 所以我们应该多花心思 参约旧约的经节原文 借由旧约上下文 我们将会发现 更多有关新旧约的连接 另外我们也该注意 接受耶稣的这群人 他们有什么特质 您将会发现 这些人通常无足轻重 通常也不是什么 有权有钱的人 甚至并非宗教人士 但这些人往往因为 信了耶稣 而生命因此而改变 并跟随他 反倒是那些 高傲的宗教人士 在攻击耶稣 所以耶稣跟以色列领袖之间的冲突 将会如何发展呢 这就是马太福音后半部 将仔细阐述的了 继续